有一個北京時間,上午的大約是十一點鐘星期日 即是2021年6月13日 在一個CN的地方,在烏備湖北省 發生一宗氣體爆炸的事情 現在知道有17人死亡,37人受重傷 現在大家在螢幕上會看到一些圖片 看到情況是非常之惡劣的 希望搶救員儘快把受傷者送去救治